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欸 你有没有听说 有一种病是关于爱情 什么病 就像阿兹海默症一样 就是一种 你跟一个人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会忘记当初爱上那个人的感觉 阿兹海默症不就是实质症吗 反正就是我 就是我跟一个人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会彻底的忘记为什么我当初会爱上他 然后就跟他分手 原来渣男还可以用阿兹海默症包装 你也算是满懂行销 阿兹海默症渣男 高端版渣男 问了从感情中破的好处而利用对方 事实上他们也曾经爱过认真对待过这段感情 但只要你被诱惑就可能在爱情路上 迷失自我找不回当初的爱 阿兹海默症的渣男 而我却心疼你 心疼你的情侣 那我带着 阿兹海默症的渣男 我带着 阿兹海默症的渣男 我带着 阿兹海默症的渣男